香港警察是敬敌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真心英雄 真心英雄 无言敢去 无言敢去 支持警察 支持警察 警察加油 警察加油 共生敢去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1月20日 香港两个民间组织 湘江秦中国星和民间爱国爱港阵线 共70多人前往香港湾仔警察总部聚集 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和慰问 并准备了贺恋礼品 慰问全港18区警署 参与市民 祝愿香港警察在新的一年 平平安安 身体健康 止暴之乱 令香港尽快恢复 太平安宁 参与活动的市民 挥舞国旗 区旗 首举 守护香港 兴起香港 感恩有你 知识警察 严正执法等标语 表达反暴力 爱和平 称警察 呼安宁的心声 香港警无处代表出来 接受两个团体的请愿性 参与市民表示 香港警察过去一年 非常劳累和辛苦 为了维护香港的治安 为了和不法暴徒做斗争 没日没夜加班 坚守岗位 保护市民安全 除夕夜快到了 他们准备了过年的水果 茶叶 糖果 巧克力等食品 送到警察总部 由警总 分发到各区警署 过半年了 有多了 我们看到警察 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 相信大家 很多市民 甚至是国内 同胞 都看到这个事实 希望 现在有新一哥 新的环境 希望可以尽快 支持 我们都是支持香港警察 严正执法 希望香港警察 新一年里面 平平安安 继继续加油 我希望全香港的所有警察 都能收到我们这份爱心 其实物资倒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份爱心很重要 我们需要把这份支持的力量传达给每一个警察 所以我希望有关部门 或者法律政司的 去真是严厉一些 对付这班暴徒 其实3C13局都应该要去合作止暴制乱 不是单单叫警察 我希望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配合到的 慰问警察活动持续近一小时 香港市民热情高涨 现场呐喊声此起彼伏 参与市民表示新的一年 他们会继续给警察打气加油 在香港发出正能量的声音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